蘇國演藝交流在美洲人的演藝講座 那我們這次是請到我們破皇 黃啟 黃老師 今天跟我們講的就是有分土壤 也是說最基本的一些工夫 這一招學會的話 大概你們到秋天要做什麼都會容易 我是建議大家今天有一點心把它聽清楚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好多東西要出來分享 我們冠地就是會問一些問題 那我相信你聽清楚的人會比較占便宜 今天就是有關於他人演講的內容 我希望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分到好東西 可是可能有些人就會優先或是會拿的比較好 那就是看大家的歡迎的 好不好 那有問題當然我想黃老師會很樂意跟大家解答的 好 謝謝 那我們現在請黃老師 謝謝大家今天抽空到這邊來分享大家的經驗 那我就直接討論這個土壤的裡面的成分 好 土壤裡面有三個主要的成分 第一個是什麼 最多的是什麼 那個是它的養分 好 土壤你抓起來一把在你手上面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是礦物質 好 礦物質 那另外百分之十是什麼 水 另外的百分之十是水和你這個 這個叫什麼 有機 有機的這個 複製質質 好 複製質質 好 那這三個東西 要充分的 要很均勻的混合才行 好 那我們現在就看這個 礦物質的成分 礦物質的成分的話 又分成三個部分 一個是黏土 好 黏土 然後再來就是沙土 然後另外一個是石頭 石頭當然 除非你要種盆栽 你不想讓它長得快 你要讓它長得快 又長得好的話 你必須要把石頭都挑起來 好 那我是建議 大家做一個東西 好 這個東西是買不到的 好 這東西很簡單 這個木頭是四分之三寸 這個叫做一寸的木頭 因為木頭的算法是說 你切下來還沒有乾燥之前 它的厚度 以那個來算 所以等到乾燥之後 它會縮水一點 好 那 這個東西是我大概七年前做的 好 那它四邊有這個黑色的 黑色的腳架 bracket 現在已經不做了 好 我這個東西準備當作做傳家寶 因為這東西做得很堅固 好 那我上禮拜在Lowe's hardware 找到一個替代品 我把這個拆開給你們看 你那個screen是多少的 size 這個screen 這個Home Depot一卷大概是十塊錢 八塊多 它是四分之一寸 好 二分之一寸太大 四分之一寸剛剛好 再小的話不行 像打一手有一些更小的 再弄麵粉之類那種不行 好 一般來說我是覺得說 肩膀 以肩膀來 對 肩膀來量 好 因為你在拿的時候 你手拿寬一點可以 近一點可能太小 太小的話你沒有辦法一次 你要加速你的作業 好 所以你能盡早把你的土壤準備好 好 那我所找到的這個替代品 是這樣子 好 它總共有八個螺絲可以固定 那你把這個弄上去之後就變得很堅固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像這個做的那麼精準 好 所以你在上緊的時候需要調整一下 那這個的另外一面就是有L的這個腳缸 好 那我是建議說你把這個網子到邊邊折起來 好 現在這個沒有 這並不是折起來 這只是在底下 那我是用Stable Gun 就是那種槍 那種定速機那種槍 好 把它固定 缺點就是說 你這麼簡單的做的話 它重量是往下拉 所以那個Stable Gun 沒有辦法整個固定住 所以你要是繞一圈的話 從旁邊頂 它的拉力比較強 好 雖然說我是這樣頂 但是已經用了七年都沒有掉下來 所以你可以斟酌一下 看怎麼處理 所以你這金屬的網子是體格而出 這金屬的網子是Galvernized Steel 就是經過有一層心 好 那我已經用了這麼久了 也居然都沒有生鏽 所以算是蠻耐用的 那這個東西它有四個 四個角角 這一套才四塊半的樣子 蠻便宜的 我那時候這一個一對就要六塊錢還是 貴很多 這個算是蠻不錯的 那它所有的螺絲全都你不要畫在內 三十個螺絲全都給你了 那這個的話 假設說各位有回台灣去的話 太原路 那邊有很多五金行 這個東西 這個腳缸是台灣 是這邊的十分之一的價錢 這邊買一個 台灣可以買十個 所以要是有回台灣去的話 就順便到太原路那邊 凹車頭 跑到那邊去買 我是一塊錢店有賣 對 可以去那邊買找一找 好 台灣的話就是李洛森 那現在幾顆啊 三十塊 好 那在座各位常會 假設說你住在乾門堡或者是 Saint-Dimas 請舉手 大家都住哪邊 都住附近嗎 因為那邊的土壤多半都比較黃 就是那種不容易 裡面完全沒有任何 腐質質的土壤 所以很難長 那假設說你 你的土壤是屬於那種很黏的話 那你要怎麼處理呢 你要加沙 但是你還是要把它混合嘛對不對 所以你千萬不要加水 認為說加水就可以 加水就整個黏起來了 好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打碎 打碎之後經過這一個 沙 加上你 假設說你買一整包的這個 這個Potting soil 去把它混起來 再進行 好 然後把那些比較大塊的 把它扔一邊去 好 那我現在就 討論一下這個 你的氣候還有方位 對你種植所造成的影響 我想大家都聽過這一套 說買房子要坐北朝南 對不對 坐北朝南比較好 為什麼比較好 比較亮 為什麼比較亮 其實 其實坐北朝南或坐南朝北 都差不多 但是唯一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這是我家了 我是坐北朝南 好 上面是北邊 下面是南邊 假設說我對面的鄰居 種一大堆樹 那太陽 因為我們在北半球 所以太陽照射下來 一定都是在我們的南邊 好 太陽在6月21號的時候 是80度 並不是日正當中 是80度 是80度 有點朝南 好 它所造成的影子 在哪邊 我街是60尺寬 那陽光照下來的話 影子是在路上 並不會照到我的草坪上面 好 那假設我是坐南朝北的話 我鄰居在他的後面 種一大堆樹 種那種長出來 30尺高的樹 那怎麼辦呢 你要拿電具去伺候嗎 還是要坐牢 都不行啊 因為他 假設說冬天的話 冬天 冬至 12月21號的時候 陽光是32度 對著地面的角度是32度 正中午的時候是32度 所以它這樣照下來的話 你有30尺高的樹 影子的話 大概就45尺 你45尺那個地方 冬天就種不了任何東西 所以這是坐北朝南的重要性 你比較能控制吧 那如果說你現在是坐南朝北 坐西朝中 那當然我不是建議說 趕快把房子賣掉 去買個坐來朝南的房子 就說以後有機會要找 找一塊地專門來種東西的話 要注意一下這一點 好 那你可以發現說 冬至的時候 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 12月21號 太陽 剛好照在南回歸巷 那它照到北邊的話 就是一個32度的角度 那夏至的話就是80度 幾乎是90度直上 那春天還有秋天 剛好就是在赤道上面 所以它的角度就是56度 那這個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我示範一下給你看 鄧可不可以關起來一下 現在這手電筒 對著牆 90度 直角照下去 就是 假設說把它移到45度 你發現有什麼差別 範圍大一點 就是說同樣的亮度 必須要照更大的範圍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亮度比較低 那溫度也比較 比較低 所以說為什麼夏天會特別熱 就是這個原理 因為陽光從上面照下來 然後秋天 冬天 又更低一點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冬天 種東西其實 算蠻適合的 看你如果說種葉菜類的話 冬天算是蠻適合的 那等一下會討論一些 比較適合冬天種的 那 好 根可以打開來 有誰住在大連或者是 北京以北的地方 或者是 東京以北 東北啊或者是 美國的話就是 Oregon或者是 Maryland以北的地方 Washington也是 或者是Vancouver之類的 沒有 其實 你要是在那幾個地方住過的話 你會覺得說 南加州只有兩個季節 一個是 春天 一個是夏天 只有這兩個季節 因為像紐約的話 3月21號他們還在下雪 然後4月初還在結霜 那你會說 我們南加州沒有結霜 對不起 假設說你是早上8點才起來的話 霜已經溶掉了 所以一般來講 南加州的話 只要11月底開始 一直到2月初 假設說下雨的話 第二天保證結霜 那結霜到底是多少都會結霜呢 不是零度 42度就會結霜 42度就有可能結霜 所以你們對天氣的預報要注意一下 假設說你住一些新的苗 然後你放在外面 42度45度之間加上風吹還有濕度 這三個條件 剛好碰在一起的話 你植物就會結霜 所以把它搬進來 一般就是蓋住 像你種蓮霧 你不要想說 哦 32度 沒有到32度會結霜 好 給你來個40度 你第二天 你的蓮霧就掛了 這麼簡單 好 所以要記得 42度左右就會結霜 這邊有個網站 好 假設說你在種植物 好 那你需要知道 它所接受到的陽光 其實陽光 就算它有葉子沒有葉子 有很大的差別 像我在十年前種了颶風葡萄 好 那有兩棵都是南北 一個在南邊 一個在北邊 那比較靠南邊的 剛好種在圍牆的旁邊 結果同樣的土壤 同樣的枝條 長到最後種在北邊的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在北邊的接受到更多的陽光 它沒有被圍牆給擋住 所以陽光 雖然說冬天它沒有半點葉子 還是很重要 夏天沒有太大的差別 冬天 陽光 不光是照在樹枝上面 它也會照在土壤上面 對它的根 它根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好 那這個網站是 National Oceanic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你可以放進你的柱子 你的所在地 那它給你講說 你幾月幾號陽光在哪個角度 所以你在調 在準備敲定說你在哪個地方想種東西的話 哪邊會被陽光蓋住 會被這個影子蓋住的話 可以從這個網站上面查 那為什麼夏天會特別的熱 你仔細看一下 冬至的時候 太陽在正中午的時候 它角度是32度 可是夏天的話 早上7點半已經達到32度的高度 然後就越來越高 所以說冬天的話 它陽光一直都是滿低的 絕對不超過32度的角度 所以這麼著 我的陽光就比較不必擔心說 我今天忘了澆水 沒關係 因為冬天的話 你會發現說 你澆水只要一個禮拜澆個兩三次 就沒有問題 植物不會枯掉 那夏天的話 我想大家已經感覺到這幾天 風又大 風大 然後陽光又滿強的 結果你要是兩天不澆水的話 植物早就掛掉了 好 大家都聽說過人定勝天 其實並不是那麼回事 大家都看過五年前的 3月11號 福福島的那個海嘯 結果怎麼回事 完全沒有辦法 這個商店給你出來 這麼大的力量 你完全擋不住 所以你想種東西的話 必須要完全了解天氣 好 這個歷史的資料還有你四周的環境 雖然說我們這邊都是南加州 不過你要是住在像Arcadia或者是Whitier 這兩個地方的相比的話差很多 它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天氣的狀況 那個叫做Microclimate 就是說它每個地區有它的特質 好 那像你住在Fontana的話風就特別大 風大的話你想說 風大的話沒關係 反正植物需要新鮮的空氣 其實沒那麼回事 因為風大的話 它必須要從土壤裡面去吸收更多的水分 植物才不會乾掉 所以你澆水方面要特別注意 南加州最怕的就是說 我今天忘了澆水 每天都是90度 那你哪天來個說我今天忘了澆水 那假設說你的土壤剛好是沙質的話 你很可能那天忘了澆水 那你整個植物都會變得要死不活 就這樣說還可以繼續成長 但是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 並沒有辦法再持續成長 說像你所預料中的 大家看到左邊這個就是童奧菜 童奧菜屬於是比較 這葉菜類比較不怕冬天 它可以耐寒 但是霜的話 大概一兩個鐘頭沒關係 所以如果說真的冷的話 你必須要把它蓋起來 那這是菠菜 菠菜也是一個耐寒的東西 不過有一個特別的要點需要注意一下 菠菜需要的土壤和一般的菜不太一樣 菠菜它需要鹼性的土壤 你要是中性或者是酸性微酸的話 對一般來說菜都比較沒關係 適合吧 那你要是菠菜種在那種土壤裡面的話 它就會變黃 然後長不大 所以你要是種過菠菜碰到那個狀況的話 你必須要趕快檢查你的酸鹼值 那你必須要把那塊地劃分出來 你要是酸鹼不夠鹼的話 你必須要放Line Arch或者Home Depot 有沒有這種一包的Line 它可以調整你的土壤 讓它變得鹼一點 好 在座各位 有誰用這個生菜沙拉 請舉手 生菜沙拉 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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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生菜沙拉 剛開始 美國在30年代剛開始的時候 最流行的就是Iceberg 因為它便宜長得又快 但是Iceberg是所有Line 裡面營養最低的 它裡面大概只有纖維質和水分 好 那在80年代的時候 80年代的時候 從法國引進這個生菜 很多種顏色 紫色 藍色 紅色 深綠色 什麼顏色都有 它叫做Spring Mixed Lettuce 從法國來的 那Spring Mixed Lettuce 這個東西 大家想說Spring Mixed Lettuce 那什麼時候種呢 是不是春天種 是春天種啊 可是法國的春天是什麼樣子 法國是蠻冰凍的地方 除非是南邊這樣利用那些地方 不過它 法國非常的冷嘛 冬天非常冷 所以它真的是春天種 對我們南加州來講的話 最好的種植季是十月底 十月底 因為十月底的天氣跟春天差不多 那這個東西 像這張照片你看得到 大概11月12月的時候 結霜個四五天 整個都透明了 這個菜都結冰了 結果太陽一出來又沒事 完全不會死掉 好 那是蠻耐寒的東西 所以在南加州來講 最好的種植生菜的時候 是十一月 十月底 十月中旬可以下種子 種子十月中旬可以下 然後就種 那你種下去可以摘多久 可以連續摘六個月 六個月 吃不完嗎 六個月 那在這段季節裡面 十一月到三四月 蟲子比較少 因為晚上的溫度 大概就是四十五度到五十度之間 那蟲就比較不容易活 所以你也不必灑農藥 我們也自己種東西 何必去 那這樣子乾脆就去買了 對不對 所以就不用農藥 好 這是我的種法 一般來講有一種塑膠盤 一個塑膠盤裡面有七十二個洞 那我是建議說你買那種 每一個小盤子有六個洞 有一種是好幾個黏在一起 那個很不好控制 因為你 你一次手可以抓六個 你轉過來 可以先把一二三 把三個給移出來 放進土壤裡面 你如果說一次有十二個或者二十四個的話 你一隻手掌握不住 它很不好用 那我是 因為七十二個 我一種的話大概就種四五百顆 所以 因為我不是光家裡用 我有時候 大概每個禮拜會 辦公室會準備午餐 弄個兩三天 還有親戚朋友會來摘 所以我就是 我就會 一個孔 種四顆 好 那我就是用那個捏子去挖洞 然後把種子放進去 好 那發出來就像右上角那樣子 然後 把它剝成兩半 好 它總共四顆嘛 剝成兩半 那你兩半再剝一半 就可以種下去了 好 那這個土壤要怎麼用呢 你可以買現成的 seedling starting mix 不過那東西蠻貴的 我種一大片的話 這個價錢不得了 所以 一個重要的成分就是 PEATMOSS P-E-A-T-M-O-S-S PEATMOSS 它是一個 青苔的一個做出來的東西 它裡面 它是一個酸性的東西 那一般來說 除了菠菜之外 還少數的蔬菜之外 它的樹或者是這些蔬菜 它果類 它要發芽 就是微酸性 所以它是成分的其中之一 那假設說你住在 San Gabriel Valley的話 那你已經把石頭都已經挑出來了 那它的成分算是 砂 砂和黏土剛好一半一半的話 好 砂 黏土 還有organic material 你全都三分之一 你弄出來就是 那個東西叫做 Loam L-O-A-M Loam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Mixure 它可以保持足夠的濕度 Loam 你再發 發這個 準備這個發芽的土壤 其實是四分之一 其中四分之一是你的 這四個東西 一個是你自己的土壤 那你自己土壤必須要 不太沙也不太黏 就剛剛好恰到好處 再來一個你可以放vermiculite 它是一個礦物質 它可以保持濕度 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結構 好 它會吸水 那比較乾的話就會放水 所以讓你土壤裡面有足夠的濕度 保持足夠的濕度 那個叫做vermiculite V-E-R-M-I-C-U-L-I-T-E vermiculite 好,P-MOS 還有你自己的土壤 再來一個就是 Perlite Perlite 是一個白色的 一個 好像火山冒出來一個東西 它 看起來好像保麗龍 可是各位千萬不要以為說 我跟保麗龍差不多 我用保麗龍好了 有一些不肖的商人 他居然把保麗龍 放在你這個土壤裡面 千萬不要搞這一套 因為保麗龍是一個 你放在水裡面 會怎麼樣會飄起來 它不會吸水 它裡面只是空氣 所以那並不是你需要的東西 那vermiculite和perlite 這兩個的作用 就是它會吸水 好,那吸水之外 你會發現說 你土壤要是太黏的話 一吸水它整個黏住 那perlite和vermiculite 這兩個作用就是 讓土壤不會黏在一起 會讓它鬆 好,那你會發現說 土壤濕的時候 你手可以去抓 好,那你要是不澆水的話 隔幾天 你手有沒有辦法去 把土壤給抓起來 沒辦法 就算說你平常的土壤 是一個很好的 一半clay 一半黏土 一半沙 那濕度恰當的時候 但是等到乾掉的時候 它這個 就跟水泥一樣 一乾掉就硬邦邦的 好,你把這三個全部過濾 用這個網子 用這個,經過這個過濾一下 主要的作用就是說 把那些結塊的全都給打散 這樣你才有辦法說 攪拌均勻 就跟你在做蛋糕一樣 你必須要把裡面所有成分給打 打得均勻 這樣才做得好 好 是在home depot可以買得到嗎 這些東西成分都可以在home depot買得到 大包小包都有 大包小包都有 好 看狀況一般來講 這個人在四分之一 不過看你土壤的狀況 好 你土壤要是clay很多的話 你就可以放vermiculat 可以放多一點 好 要不要放一點點沙 就是你原本的土壤 你原本土壤 原本土壤就叫沙土 也不是 你原本土壤必須要恰到好處 太沙的話就黏土 太沙也不行 太黏也不行 那自己的土壤不好怎麼辦 自己土壤不好的話 那你就得 假設說很糟糕的話 假設說你住在Sandimas 或者Diamond Bar 那你可以去找一家公司 在Chino 在Chino 他專門在賣這個土壤的 好 你必須要換 好 假設說你要種一棵樹 那你的很不巧 你剛好住在Diamond Bar 那你得準備好要一頓的土壤 我怎麼說一頓呢 一頓是整個算法 一頓就是一公尺乘一公尺立方 對不對 那土壤的話跟水 你差不多嘛 好 那你一公尺立方的土 和一公尺立方的水 這樣不是差不多 所以就是你要種的話 就必須要用整個把它挖起來 換掉 這是最徹底的做法 那我們自己的土壤不好 可不可以乾脆就用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Potting soil Potting soil 這好問題 因為很多人以為說 好我乾脆用這個Potting soil來種 對 我給你保證 80%的機會 你種下去全部都掛掉 因為它 這種東西 Potting soil最大的賣點就是說 你它不會長雜草 很多Potting soil裡面就有撒草劑 那撒草劑的副作用就是說 你連這個種下去的苗都會撒掉 對 所以 一點點都不可以放了嗎 照你這麼講 連四分之一 你本來說自己的 soil 那你現在不能夠用自己的 soil 的話 你連四分之一的Potting soil 都不要用是不是 不是 我還是可以用 那你要看經驗 我所碰過的Potting soil品質 最好的是一家叫做 Dr.Earth Dr.Earth 它那個產品 比其他的產品都貴很多 貴大概50% 如果你要是做一個A B Test 兩個互相比較之下 你會發現說 它這麼貴是有它的道理 還有你拿這個東西 無論什麼東西 你買來一定要經過這個 筛選過 你要是弄一弄 你會發現說 奇怪 居然會有鐵釘 很多都是他們把建材 建材木頭啊什麼拿去 拿去繳 那建材 你不曉得它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的是裁鋼金鍋 如果像很多Arcadia在賣房子 或者是San Gabriel Valley在賣房子 賣房就會要求說 你要給我做白椅 要殺白椅 要給我包蒙古包 要不然你就給我便宜 一萬塊好了 還是五千塊 那有的就好吧 那我給你包蒙古包 可是大家都知道 這房子賣掉之後一定是拆掉 所以很多包蒙古包 殺白椅 之後還是退掉 然後退掉那些木材 就經過 誰曉得就變成你的土壤 所以那些殺白椅 那些東西會跑到裡面去 所以有時候你會發現 鐵子 其實鐵子沒關係 因為鐵子生鏽的話 會變成鐵質 你的植物可以使用 你會發現說你的橘子 你的柑橘類 葉子變黃 你第一不是澆水過度 要不然就是鐵質不夠 所以鐵生鏽的東西 並不是壞的東西 不過你能夠避免那些雜質的話 還是避免 那我是發現說任何牌子 好像只有Dr.Earth這個品牌 我沒碰過釘子 其他的牌子我都碰過釘子 那他有沒有除 你剛剛講的除草劑嗎 還有其他的東西在裡面 鐵老我發現品質算是不錯 好 我並沒有碰過說長不好 不過我還是盡量避免說 百分之百的potting mix 因為我發現說 大家新的苗放下去 像黃瓜瓜類對這個肥料 瓜類或者豆類對肥料特別的敏感 你不要說我肥料趕快放下去 它幾乎是馬上死掉 因為瓜類和豆類比較敏感 那有時候你剛移植 要是用的是那個potting soil 它馬上就會變黃 大家各位有這個經驗嗎 你才剛種下去就變黃 甚至掉下來 對甚至掉下來整個掛掉 它變黃的話 有時候是一個過渡時期 它變黃一點 然後之後它適應之後又綠起來了 好 不過千萬不要做百分之百的potting mix 給它下去 好 這就是我為什麼會種288顆 一個小盆子裡面種四顆的緣故 因為前面兩片椰子叫做紫葉 叫做Dicot-Cotyledent 它這兩片椰子出來之後再出現兩顆 那個時候它的根就已經大概這麼長了 好 那這個盆子大概只有這麼長 所以它根已經開始在裡面 幾乎要打結了 所以它出現第二片葉子趕快要移植 好 為什麼這麼種呢 種得這麼小的 大家會覺得很麻煩 其實不會 因為你如果說 一開始就種這麼大 那蝸牛給你吃掉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說很浪費你的資源 這麼多土壤就只栽培出零顆 因為蝸牛跑來吃掉了 還有我不直接種的原因就是說 我可以放在水泥上面 那蝸牛比較不會經過水泥跑到這邊來 好 另外一個種法是 大家拿一包種子就灑 好 那灑了之後密度太高 你必須怎麼做 你要除掉 那你去拔的時間 不是時間嗎 也是時間嗎 所以我就乾脆以相反的做法 我每一顆 一顆 先花那個時間去種 那百分之百的發芽率 然後可以分享這些種子 並不是說把那些種子全都給扔掉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不好的做法 當然我們不是那個大農場 所以我們有這個時間 對這種發芽率比較高 還有 對可以分享 因為你土裡面的花 蝸牛或者Slug會跑過來 鼻涕蟲會跑過來吃 對 大家都聽說過排水 這叫什麼 排水容易 是不是排 排水量好 對 排水量好 排水量好 對 排水量好 排水量好 仔細看 哦 那個大概是四盎司的水 你會發現說五秒鐘之內全部都吸收了 并没有盐水 也没有土石流 对 据说水完全渗入 完全吸收 那这个会这样子的话 一定要有准备工作 你说你如果本来是土壤是粘的话 就没有办法这样子 这只生菜下种到可以收成只有三十天 对 是三十天 右下角那是A菜 A菜也是生菜的一种 也是大概三十天就可以收成 那我建议大家不要整颗拔起来 超市在卖的是整颗拔起来 那最外面的叶子是最先长 大概七天之前的叶子 比较老一点 里面比较嫩有点不太一样 那最好的做法就是说 让它长 这个剪刀非常的好 这家公司叫做Fiskars 这两把这一套在卖二十二块的样子 好像有点贵 可是用起来很顺手 它有一个弹簧在中间 你这样就好 这个在Lowse和Ash都有 Home Depot叫买不到 Lowse和Ash Lowse和Ash两家是姐妹公司 因为Ash的家 虽然说他们两家是姐妹公司 Lowse买了Ash 两三年前买 但是Ash它走的是比较高 高档的路向 它讲究的是一个购物的环境 所以你发现它不太一样 进去的感觉不太一样 那它便宜 价钱也比较贵一点 不过你可以找到这个东西 那你菜的话你只要花个十五分钟 二十分钟每天剪 你剪外面的叶子 不能就这样拽吗 你试试看 你会伤到根 你会伤到根 你用剪刀剪比较好 那也顺便练一下瑜伽术 你可以关下来 对你身体非常的好 就是这么讲 那怎么洗呢 我把菜拿一个大盆子 这个盆子大概这么大 然后菜都是在外面洗 在屋子外面洗 洗完的水可以浇水 然后就让它这样子跟洗衣机一样在那边绕 沙子就会掉下去 我都冲洗三次 虽然我不用农药 但是我还是冲洗三次 这是我的习惯 那 大家讲究一点的话 可以做一个水槽 那水槽底下就是一个水桶 你洗完菜之后 那个水就拿去浇水 这是去年的 去年我所种的 法式的生菜 每天都可以拔大概两三磅 这种子 种子在 在最便宜的就是Walmart 有一家公司叫做Burpees Burpees 它在Walmart有卖 它很奇怪 它包装不太一样 不过是同样的东西 它在Walmart卖一包才1块88 不到两块钱一包 那同样的东西在其他地方可能就三四块钱 它是很多菜品的 很多菜都有 不过东方的蔬菜就比较少 那有一些像日本小黄瓜的话 有一个品种非常的好 它特别贵 它是一个合成种 它叫做Palace King Palace King 但是它只能在它的网站上面买得到 Burpee.com 我并没有它的股票 它是一个Monsanto的子公司 Monsanto买了那家公司 但是那家公司绝对不卖GMO的东西 它卖的是有机的东西 那是什么东西 自由机 自由机 那是什么东西 英文是什么 像玉米 它们最后的四元四元四元 自由机有比较好 那个英文是什么东西 英文怎么讲 Monsanto是一个超过一半的基因改造的 基因改造就是那个产品叫做Round-up 就是说你喷那个杀草剂 喷在黄豆上面 不会杀黄豆 但是会杀杂草 那就是Monsanto做的 所以很不巧 Burpee被Monsanto买走 但是并不表示说 它做的东西就是Monsanto的GMO 不是这么回事 还有Miracle-Gro 大家都听过吧 Miracle-Gro也是Monsanto的公司 再不买它的 那之前有位朋友 他在实验室上班 叫他去测试一下 他发现说 诶 Miracle-Gro里面 某些产品居然是那些 要含量最低的 那所以就用啊 那Costco常常在卖这个 春天的时候就卖这个一大包 有没有96quart 好大一包才10块钱 对 那个东西可以让你 你可以用它四分之一的成分来 搅拌 你的这个发芽的土壤 那个我用起来是不错吧 好这就是我天天收藏的东西 那我就是从11月一直吃 吃到 4月 然后就结束 那为什么弄到4月呢 我觉得南加州的阳光太堵了 我到4月底就修根 我只种三个东西 我种瓜类 我种草莓 然后果树当然一年到头都要照顾吧 那草本的话 我只种草莓和瓜类 这两种东西 因为它们需要阳光 很热 像苦瓜 苦瓜需要很热的天气 它才长得快 所以你有整整半年 你准备好 9月底 那夏天我做什么呢 夏天我就是培养土壤 我的做法是 我把所有的厨余 全都埋在外面 我并不经过什么大桶的去弄 我直接埋在土壤里面 因为我整整三四个月 不会去做任何东西 我就一堆一堆这样弄 弄完之后再翻一次 那需要浇水吗 需要保持一定的湿度 因为你不可能说 夏天就不吃蔬菜 你还是要洗菜 你厨房那些水 还是可以拿出去倒在那边 那做这个堆肥需要一定的温度 那它并不是在一个箱子里面 那你想说温度 温度绝对没有问题 你去量一量 日证当中 这个温度绝对超过一百七十多 对 这土壤的温度非常的高 冬天比较慢一点 那大家都听说过 鸡 鸡粪或者是牛粪 我的做法是这样子 会跟土壤碰到 那会进到你嘴巴里面 我就不会用鸡粉 或者是牛粪 我是放在果树上面 那我这些菜的话 菜类 果菜类会碰到地面的话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厨房里面 拿出来的东西 那我在外面洗的原因就是说 假设说你用的是其他的肥料的话 里面会有 你不晓得里面会不会有E.coli 或者是salmonella 这两个东西都蛮平常的 所以外面洗过之后 进到屋子里面再洗一次 那假设说你实在没有时间 你只有办法说三天捡一次 那你会发现说 谁在Costco买过生菜 大家多少都看过吗 那盒生菜你仔细看一下 它的收成日和你买到那一天 已经至少七天了 蛮久了 而且你会发现说里面红色的叶子 多半都已经开始在腐烂了 那假设说你没有自己种 你必须要拿那个 还是去买的话 我建议说你在食用之前的一个小时 洗好 然后瀝干 马上放进冰箱 它会 它会活起来 会变得比较脆 好 那你自己种的话很简单 你洗干净 我剪下来 重点就是说你蔬菜一收成 你马上要洗干净 并不是说你剪下来 放在冰箱 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你土壤总是会有一些 微生物之类的东西 你洗干净 好 洗干净 有一种叫做sell a spinner 就是 你拉或者是压 它就开始转 把那个水分给拍掉 并不是说百分之百的干 好 就是说把它水分给剪刀 大概只剩百分之十 之后你放在一个大碗里面 那你要需要一个东西 吸水 那你想说这个 扯一张纸巾 你纸巾要放哪边 放底下还是放上面 下面 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的举手 放下面的举手 好 为什么放上面 对 因为水分会蒸发 虽然说你冰箱里面的温度是 38度到44度之间 但是再怎么样温度还是 在那个温度之下 还是会有蒸发出现 好 那蒸发的话 就跑到上面那块 这个纸巾 它就吸起来 吸起来 等到它太干的时候 它又会释放出湿度 所以它会保持一定的湿度 所以你这样子做的话 你那盆菜可以放上 两三个礼拜都不会有问题 跟新鲜的一样 如果菜洗干净有水分 放在冰箱里面 也容易烂 你试试看 甩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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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甩干 但是不是完全干 甩干以后 然后再放一层纸 然后再放到比较 我发现品质最好的是Bounty Bounty 它的品质不错 在座各位有谁中蓝莓 成功的举手 中国蓝莓失败的请举手 想继续中吗 蓝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它需要的土壤 是酸性的 那假设说你们有测酸表的话 那你就甩干嘛 一定要测酸表 好 那假设说你们愿意继续中的话 请用这个产品 Azalea Mix Azalea Azalea A-Z-A-L-E-A Azalea Mix 原本有一个产品 Kellogg做一个产品叫做Shade Mix Shade就是阴影 Shade Mix 它原本两个Quart一袋在卖八块钱 结果今年 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我忘了问我朋友说 你们这种大麻到底是用 是不是用那个东西 就发现说 某个东西突然间价钱 现在变成八Quart 它等于说是涨价涨了三倍 它包装变小 小很多 结果价钱变成四块半 好像便宜 其实它袋子变得很小 涨了三倍的价钱 Shade Mix 你要是种的量不多的话可以 但是我发现说 价钱分子是太高了 那Shade Mix 或者是Azalea Mix Azalea就是杜鹃花 杜鹃花长得慢 它也需要酸性的土壤 所以你要是杜鹃花长起来黄黄的 或者是你的蓝莓长起来 叶子黄黄的话就表示说你的酸度不够 所以你必须要用Azalea Mix 开始 那你必须要放一些Acidifier 或者是硫磺 植物用的硫磺 必须要每几个礼拜都看一次 甚至要放一些醋 才有办法把它的酸减值调到4.5到5.5之间 好 阳光是需要蛮多的阳光 75%了 有点中午的时候 有点遮影没关系 我的种法是种在 我有三棵棕榈树 我种在棕榈树的正中间 结果不晓得怎么搞 鸟也不敢下来 鸟好像不太喜欢说四周有东西 结果已经种了六年了 都没有被鸟吃过 其他地方鸟也要来吃 那你所看到这些蓝莓就是我种的 蓝莓是 大家想说蓝莓是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会联想到这个 Raspberry那种很刺的东西 其实这不一样的东西 蓝莓是一棵跟树丛一样 小小的 它一长就长个五十年 它有五十年的生命 它是灌木的 它是灌木 大概顶多六尺高 它有不同的种类 最高大概就六尺高 那每年把它剪下来 它就会 大概快掉叶子的时候 它每年秋天 叶子就变得黄黄的 变成变黄变红 很漂亮 叶子掉光之后不到一个月 它就开始要开花了 蓝莓 你种两种不同的 互相配粉 它会长得比较大 会比较甜 你一颗也可以 两颗的话 会两种不同的种类 会长得更好 更大 更甜 假设说你种在土里的话 你必须要有这个准备 说我这个土壤并不是说 假设说这样子好了 树枝涨到这边来 你画一个直线下去 那个叫做drip zone drip line 你在drip line 四周都要测它的酸减值 你要确定它是4.5到5.5之间 而且那个东西需要时间 慢慢控制 好 Strawberry需要loam loam 但是它吃微酸就好 中性或者微酸 它也需要很多的阳光 当然你经验够的话 你大概知道它是什么样子 就跟你用Costco去买东西好了 我的习惯是说 我整车都每次都瞄一眼 我说你今天大概有96块 你要是养成这个习惯的话 我每次看都是一块钱左右 差我所算出来 它算出来大概就是差一块钱 所以你酸减值的话也是这样子 你必须大概三个礼拜就算一次 三个礼拜用那个酸减值的测酸器 把它弄进去 那个酸减值在哪里买 那个东西在Arche或者是Home Depot都有卖 那一个大概16块钱吧 16块 所以如果用在盆子里面栽种 会不会比较容易控制它的塞减值 对在盆子里面栽种比较容易控制 没错 但是有个缺点就是说 你必须要每两年甚至每年 都要把土壤要换盆 对而且换盆不是说 我找一个更大的盆子 我把它塞进去土壤弄一弄就好 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Blueberry的这个根非常的细 比头发还要细 跟微血管一样细 所以你在换盆的时候 就是11月12月左右 在它开始在冒牙的时候 之前处理好 它正在睡觉 它正在冬眠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那我的习惯是说 我的习惯是放醋 因为你如果说 自己种东西的话 你当然就要求最好的素材 你要求最好的素材的话 为什么要用 人家给你调好那种奇奇怪怪的 有奇奇怪怪成分的那些沙拉酱 那醋就不用再加水了吗 就是人家一大堆就用醋 不需要 醋的话我是用 你可以用意大利的醋 意大利的醋 或者是日本那个 sushi 用的醋 你是说加土壤还是吃醋 对不起 我现在是在说池 吃得很大吃得很大吃得很大 他在问你土壤 他在问你土壤 土壤用的醋的话 你可以去Costco买 那个1.5加仑蛮高的那一桶 那一桶大概三四块钱 那就可以 那我说吃的话 你就用普通的醋 刚刚有人提到说稀释 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稀释 原来你是说土壤 土壤的话你就要稀释 一家文里面放8盎司 土壤里面 你要吃多少就放多少啊 不是啦 我不想吃的啦 对 8盎司一家文 不好意思 我把这两个鸡头给他讲 没关系 中国人就喜欢吃的 张冠礼带啊 那土壤加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关系哪里 先捡来电串 假设说你去买acetifier 它是一颗一颗跟米粒一样大小的东西 它那个叫做slow release 就是说你放进去 会慢慢的改善你土质的酸碱质 假设说你这个植物已经病入膏肓了 你必须要快一点的反应 那你只好用醋 因为醋是你稀释过之后 水分会直接达到根的地方 但是你刚开始不要放太多 8盎司一家文 从那个开始 但是你还是要量酸碱质 对对对8盎司一家文 一家文的水 然后你把它放8盎司 大概多久就浇一次 要测 测一次 三个月一次 对 你浇的时候 不要说土壤完全干的状况之下浇 这个原则跟浇 跟肥料一样 你在撒肥料的时候 千万不要说很干的时候 给它放下去 二十几年前我跑到Grand Canyon去 我那时候想说冬天嘛 那时候一月 我带了大概二十磅的器材 我连水都没带 半滴水都没有 我跑到底下去 后来上来 那时候又没有月亮 就看着星星这样子上来 半滴水 后来当时很口很口渴嘛 下去再上来至少要六个小时 我只是吃雪 后来到了餐厅就开始喝水 结果出了状况 另外一个故事 我在办公室抓了一只 我们才刚新建好的这个销售 结果发现一只蟑螂 好了我就带回家去 我关了一个瓶子里面 我关了三个月 没死都还活着 只是我只有滴一些水 因为没有水的话 所有东西都会死掉 结果居然还活着 那蜘蛛黑寡妇也是还是活着 三个月都没死 结果我小孩就拿着一个蛋糕 然后扔进去 蟑螂一吃 不是毒死 蟑螂一吃就死掉了 好 这什么道理 太久没有吃 对 这就跟我 我进到Grand Canyon下去 大峡谷到最底下上来 只是吃雪 然后我水就 你在脱水的状态之下 千万不要马上喝水 你必须要一小口一小口 慢慢越来越多 等到你恢复状况 因为你身体会调整 那蟑螂也是一样 他突然吃这么多的食物 不到一个钟头就死掉了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 那你种下去的植物 经过五个月的 帮你服务了五个月 他总是要结束 那怎么看他 他什么样的状况呢 他会开花 对在开花之前 有个状况会出现 就是说 你看得到左右边的差别吗 左边好像有一层雾在叶子上面 白白的 好 左边白白的 好 生菜 快要熟的时候 就是说快要开花的时候 他叶子会开始变得有点 有一层雾 那它的味道也不太一样了 苦 它变得比较苦一点 那时候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让它继续长 让它开花 从中间抽出来一个 一根 到开花 截子 到收成种子 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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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让它完全成熟 把它摘下来 种子可以下一代用 一个月 你种子怎么收起 黑黑的吗 种子 就是它 本来是绿的嘛 它种子的夹是绿色的 开始变黄 那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剪下来了 放在一边 让它干掉 你要是放在那边的话 风吹什么 它就 就爆开来 就飘掉了 所以你可以在它有点变黄的时候 就把它剪掉 放在一边 那你愿意说 整整一个月 就放在那边 让它干 还是你觉得说 我干脆再买一包种子 我觉得买一包种子 比较滑得来 而且你收集的种子 发的都不是很好 对 因为你收集的种子 有的是 不是GMO 它是合成种 就是混种 混种之后 长出来的东西 和前一代的不一样 那它们 专门在做种子的话 它们有 相当的控制 所以每次出来 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 我宁可说 一个月的时间 我不要去收种子 除非你是很特别的种类 你不想让它失传 你就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把它砍掉 好 它 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就把它砍掉 把它埋下去 堆肥 堆肥 你就可以处理 你这个土壤 准备下一批的东西 你现在种叶菜类的话 叶菜类吃完 你可以种豆类之类的东西 像现在的话 我就是准备把这个 对 把这个翻下去 一个月之内就种瓜类 或者是种四季豆 种豆类也可以 四季豆不是要冬天吗 冬天种的那个叫做 snow peas 或者是sugar snap peas 四季豆可以 对 四季豆是春天的东西 春夏天 热 热天的东西 好 我们再复习一下土壤的东西 土壤有三个成分 一个是水分 矿物质 矿物质 好 然后负质质 好 矿物质 算是一个重点 因为你矿物质里面 要是粘土过多的话 你必须要想办法 在它干的状况之下 把它打碎 打成粉 因为如果说湿度很高的话 你再怎么弄还是粘土 没有办法和其他东西混在一起 所以它拌干的时候 我给它打碎 和其他的成分混在一起 和沙土 还有你买来的这个 培养土 混在一起 均匀的混在一起 那怎么均匀的混在一起呢 经过这个 好 三个分开来 弄一弄 塞一塞 好 那之后 完全混在一起之后 再塞一次 那为什么后面第一口 不卖这一类的东西呢 必须要卖麻烦 因为 因为 很简单 他们想要你买它的 一包一包 所谓的 potting soil 那种出来 什么样的结果 它也不管 对不对 还有一点 Arch和Armstrong Armstrong大家听过吧 Armstrong和Arch 这两家 它有永久保证 好 你所有的植物 草本的除外 树 有永久保证 对 但它价钱就比较高 好 这就是它的原因 它比较高 但是它永久保证 另外Allows 和Home Depot 它们是一年的保证 好 所以你对这个种植 不太有把握的话 那就请特别放一个档案夹 你所有的Home Depot 有关植物的都放一堆 好 这样以后需要拿去跟它换的话 可以这么做 好 那这个东西 这个是宽的点 好 我觉得正方形或者是 正方形 比较好用 好 大小一定要大锅 你这个铲子 因为你大铲子 刚好挖起来 放在这边刚刚好 我建议大家做一个这个 你对种植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做一个这个 好 你要种红萝卜 要种白萝卜 一定要这个东西 你要种的地方先划分好 然后把里面的石头 杂质全都拿掉 你种下才会漂亮 好 那你们种东西要种多深呢 假设说你买了一个 买一盆花 你土要挖多深 五寸就这么深 就这么深 我建议大家都有铲子吧 我不是说那种小孩子 幼稚园在玩的那种铲子 大的铲子 它的深度是多少 它刚好就是一尺 有的更长 不过一般来讲就是一尺 它一尺的原因就是说 你一般种草本的话 跟多半可以达到一尺深 草本的东西 所以我是建议 无论你种 种什么蔬菜的话 你就是弄一尺深 蔬菜也一尺深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可能说 你种东西只种这么一次 对不对 你明年会再种 所以你一尺深的作用 就是说你把里面的土壤 松起来 好 你虽然说只用 假设说你只用上面六寸的土 那你种过这么一次 上面六寸的地方 土壤的养分是不是也去用掉了 而且它会陷下去 会陷下去 对 所以你就整把翻起来 你松了之后 蚯蚓才会跟着来 你想想看嘛 假设说一边的土是只有六寸 底下都是硬邦邦的 另外一边十二寸 一直到十二寸 湿度都一样 哪边会比较多蚯蚓 当然十二寸这一个 所以你挖的时候就是一路十二寸 铲子那么深 你有些人在读药啊 我的话我是有一个耕耘机 它可以挖二十四寸 那我就 反正就是冬天下过雨 挖土的话 最好的做法就是说 你不要说刚下过雨突然很软 赶快去挖 不要 下过雨之后七天 一般来说 下过一寸的雨 一寸的雨有办法渗透 六寸的土壤 假设说你下了两寸的雨的话 大概就是一尺的土壤都是湿的 不过并不比较是说 今天刚下过雨 你赶快出去挖 土 那个水还没有完全渗下去 等到大概五天到七天 因为冬天的时候 阳光并不是那么强烈 所以湿度并不是马上蒸发 它会水是往下流的 所以就会渗透到两尺 一两尺的地方 等到七天之后 再去挖 那这个是冬天还是夏天 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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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以 夏天没有雨 这边所有的 我们这边今天所有 谈的这些原则 都是南加州 以南加州为主 好 那你七天之后 挖了之后 不要管它 赶快祷告 看会不会再下一次雨 如果再下雨的话 那更好 三四天 一个礼拜之后 再挖一次 这样搅拌 好 并不是说都要用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东西是让你这个苗 长得比较好 那你外面的土壤的话 就用这个耕耘机 或者是用铲子 尽量把它搅拌均匀 那需要再加一些 像Polymax的话 或者是Compost 你自己做的 或者是买的 你也是那个时候 可以把它搅拌进去 搅拌均匀 那我的做法是 我常就有一百加仑的 量的土壤 随时都准备好 因为你育苗 育苗之后 你需要种 换成大一点的盆子 你不想说 哎呀我 我这个土壤 还没有搅拌好 千万不要来这一套 因为你土壤 最好随时都有 那土壤 种植植物 就跟教导小孩子一样 你某个阶段 你一定要按部就班的来 你不能说 我下礼拜再弄 它成长阶段非常的快 它这个细胞的发展 是2 4 8 16 32 倍数的在成长 所以你不要说等到 下礼拜再说 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你如果说让它在盆子里面 再多一个礼拜的话 等于说是你把它控制住 没有办法 就跟裹小脚一样 没有办法 达到它的原本的 潜在的发展能力 整个被控制住 这样子很不好 那是不是所有的叶菜类对头长到这么高的时候就可以移植啊 叶菜类的移植好 从小牙到 第二片 是第二对叶子 好 前两片叶子就是子叶 对啊 卡特利等或者是 大卡特 两片之后 再出现两片 就可以马上中了 好 你再放在小盆子里面完全没有好处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因为它养分马上就用光了 好它就开始去停在那个阶段 长不大 那请问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吗 水果树的话 假设说你 多半就是两倍了 假设说你买的是五加仑 五加仑的高度大概就是18寸 你只要挖一公尺 一公尺 就三 18乘二三十六嘛 三十六就是一公尺多嘛 好 但是你挖这么深并不表示 挖这么深并不表示说你重那么深 好 你挖那个深是 让它的土壤 因为土壤底下没有水的话是硬邦邦的 那你挖掉 挖那个坑之后 你宽度的话是两倍 好 假设说你这个直径是二十寸的话 举个例子啦 其实没有那么宽 直径是十二的话 你挖那个洞就要二十四左右 甚至更大 土全部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把那个洞 装满水 装满水 水整个把它开下去 开到最顶上 水关起来 假设说一个小时之内 那个水还在那边的话 那你要换土 排水不好 排水不好 好 土壤的作用是保持水分 好 它吸收水分 然后让这个土壤的结构 充满了蒸汽 水蒸汽 然后根就会往水蒸汽跑 所以所谓的排水量 好并不是说 水一浇下去 全部都不见了 砂质的都是这样 对砂质这样 所以你必须要放一些 外来的成分 像 腐脂质也会 也会吸一些水分 vermiculite perolite 都会吸收水分 好 那需要的干掉的时候 就会释放出 它所需要的水蒸汽 是那个 现在有点种的冰花 冰菜 冰花 对 那个是用哪一种 比较适合 那种好像是 碱性有点 有点鲜鲜 那我不太清楚 好像 Paulus Verdes 那边很好 有很多那个东西 你去过吗 有去过 但是我没看过 Aplonic Cove 那边有很多 很漂亮 那那是海边 所以想说 在海边的话 是不是有点靠 都是在海边 南北也是在海边 对 那就是很 它是说 碱性的蔬菜 对身体很好 但是我现在在栽培 我不小心什么土 那种东西的话 你不妨使用Cactus Mix Cactus Mix 就是仙人掌 对因为它是有点 有点相同的东西 它在海边嘛 热得要命 然后晚上就海风吹过来 所以它这个温差也是蛮大的 所以它有办法承受这个 高湿度和低湿度的这个变化 好 我现在都是用那个Cactus Mix 那类的东西 那长得如何呢 也是可以长得好 但是有时候会软软 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那我现在就是在尽早 比较适合的 在试验一下看看 好 这个我没有实验过 所以 我要说请教 因为我那个院子 会完全西塞 西塞那是暴塞 那是什么办法 我是不是做个盆架 那是什么 就是我做西塞 因为我是夏天是暴塞 夏天如果说真的是非常的困难的话 你不妨夏天去修更 修更 我夏天修更的问题 是因为 也可以 你可以搭个棚 然后装那个 有一种叫做 网子 它是专门 像它有一个百分比 说它可以透80%的阳光 或者是90%的阳光 可以用那个东西来减低阳光 嗯 那别人问说 我种蔬菜 买得很好 还是种水果 果素 因为有的东西需要散开 但我常常不散 所以不想多 因为是暴塞 对 假设说你的院子里面 阳光太强 那你需要 减低阳光的话 你可以放那个网子 减低阳光 那你到底要种什么东西呢 一般来讲 夏天不太适合叶菜类 叶菜类的东西 多半都是比较秋天 番茄还是可以 番茄 番茄需要很大的热 有一个做法 有一个商业的产品 就是说 它是很多水柱 水是透明的嘛 它是塑胶做的 蛮大的 大概这么大 它照在番茄的旁边 太阳晒 它会吸热 然后等到太阳下山 那个水会放热 所以它就延长温度 所以长得特别快 是一个像水气球一样嘛 它是很多塑胶的东西 那里面装满水 水经过太阳曝晒之后 会变得很热 那太阳下山之后就放热 那不晓得网络上面可以买得到 好 那个东西等于说是比较特别的 老师 那这样放晒适合做什么 比较好 草莓 草莓 草莓需要很多的阳光 草莓 大家觉得草莓很脆弱 其实不会 草莓需要很多的阳光 Blueberry 中午的阳光太强了 所以你必须要挡一下 嗯 刚刚听你说种的物 没有听到说施肥 你不需要施肥 施肥 好 谢谢你提醒 施肥 瓜类之类的 你千万不要种下去之后 就赶快给它施肥 马上割 施肥的话 最好是它花 正要开的时候 那时候可以准备施肥 那你施肥的话 树和草本的都有一个干子 主干 主干 主干出来就是根 那根有几个阶段 它刚开始的时候是吸水 但是它延长延长 假设说本来是两寸长的根 现在变成十寸长 它原本那一段根 变成一个输送的管道 并不是一个吸水的作用 吸水都在根的尖端 好 所以你在浇水的时候 也需要慢慢扩大 最忌讳的就是说 你拿一个水管 然后用冲的 你以为你在注射 来个土石流 你冲在这个树干的正底下 最忌讳这种做法 因为尤其是橘子树 葡萄柚 橘子 柠檬 你这样做的话 树就会从那边开始烂掉 你必须要从旁边绕一圈 大概八寸以外的地方 浇水 好 那你弄肥料的话也是同样 你假设说你辣椒的话 你就旁边两寸不要去弄到 之外的地方 你松土大概半寸到一寸 好 有点松 然后你把肥料 我的做法是肥料和Compost 放在一起 然后 撒在旁边 然后用那个 有没有三个 那个爪子 好 松动大概半寸到一寸 好 当然你在弄这个之前 必须要把土壤已经浇过水了 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并不是说刚浇过水好 赶快弄肥料 不是 假设说你早上浇水 早上浇水 早上浇水 然后 下午 还是湿 但是并不是说很湿 好 那个时候就可以下一些肥料 然后再喷粘水 让它 下去 化学肥料 能不能跟那个 organic肥料 跟在一起 化学肥料 那就捧重了 这是我的看法 好 如果说 但是它 在没有开花之前 就是 树 在它没有结果之间 可以换一点点 树的话 我是一年放三次 看状况 那 各位有谁种柿子 大家都知道柿子开花结果之后 水千万不要浇 你会发现水 你水给它灌下去的话 全都掉光光 但是柿子在开花之前需要蛮多的水 因为柿子好 多半都是3月21号左右 本来就跟死掉的一样 结果3月21号 全部冒出来 对不对 那个之前 就是1月到3月之前需要蛮多的水 好 那个时候需要就是淡肥 它需要很多叶子 叶子需要淡肥 嘛 那时候就下肥 那 我的周期就是长周末 美国很碰巧 一年有三个长周末 那长周末我都不出去玩 我都在家里弄我的果树 二月就是总统的总统生日 那个是长周末 然后再来就是memorial day weekend 就是五月最后一个礼拜一 也是三天 然后再来就是九月 所以就刚好这个三个长周末 就是我放肥料的地方 放肥料的季节 那那个草坪啊 非草啊 其他的那个渣渣不是有草坪吗 嗯 那是什么堆肥 杂草 其实算是一个蛮不错的堆肥 你要先把它晒干 晒干再拿去堆 但是 有个缺点就是说 杂草的种子再怎么晒都死不了 好 所以你假设说你的草坪是杂草的话 你必须要它开花 就把它剪下来 你要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结种子 结种子你再怎么晒的话都晒不死 所以晒不死的话怎么弄了 你必须让它发芽晒干再弄很麻烦 所以你必须要抓定时间 把它全部都给剪掉 然后把它弄起来 做堆肥 我们通常都是买股啊食股啊肥的 你建议是买怎么样 越高越好 有时候二十二十二十 那个比肥料 肥料 肥料好 肥料化学肥料和 有机肥料最大差别就是说化学肥料非常的 它的立竿见影 它的药效非常的快 但 有一句英文就说 The faster you live the faster you die 听过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个长久之计 这是为什么不用化学肥料的原因 这是为什么不用化学肥料的原因 大家有这个经验吧 番茄就底下黑黑 那个叫做blossom and rot 那个东西就是缺乏钙质 好 那你钙质需要加的时候 你不要说 各位可能没有 并不是说大家都看到我弄的那一段 假设说你有朋友吃蛋奶醋的话 或者有一大堆蛋壳的话 或者是他是做健身的 他会用很多蛋 他用他的蛋白质 有的人只吃蛋白不吃蛋黄 那个蛋黄很简单 你就假设说你有种果素的话 你在drip zone底下挖个洞 然后你就把那个蛋黄 往泥土里面让它流 很好的肥料 秋雨都会过来 好 那蛋壳的话你就 假设说你有那个果汁机 搅拌机 千万不要用塑胶那一种 好 因为谁有Blendtech 或者是Vitamix 好 他的转数是一万五千转 比你车身已经转了还要快 那蛋壳 在某个角度之下 在那种高速之下 会打得你那个透明好漂亮的那个杯子 变成 对 就跟旧金山的物一样的厚 你就看不过去 到时候就会有 就会有spousal abuse出现 不用 不用 打碎就好 好 那你如果说用Blendtech 或者是Vitamix 用pulse 就是说 你按住 转大概五秒钟 好 它上面就会往下压 再转 然后弄 这样弄大概五次 就会变成粉 好 那那个粉的话 就可以倒在你的compost里面 你在处理土壤 准备要让番茄长的时候 那时候就把它混进去 好 那假设说你忘了弄 没关系 你在花开花之前 你在处理土壤 要下肥料的时候 那个时候再把它弄进去也可以 好 好 假设说你在放树旁边的话 你千万不要整个盖到树干上面去 因为你Mulch放下去的话 一些维生物都会跑过来 好 那Mulch很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说它会吸水 它会隔热 好 那吸水会有个副作用 就是说 白蚁啊 或者是蚂蚁 会跑过来 在底下 竹巢 好 那蚂蚁 也并不是说一个坏东西 像假设说 你只种一颗Avocado Avocado 它 有人以为说Avocado 有公的和母的 其实没有这个差别 Avocado就是公母一体 但是它开花很奇怪 它整棵树今天打开来的是 就是那朵花公的部分 然后合起来明天就变成母的 它公母没有说同时开 它一朵花里面 公母的构造没有同时打开来 那这个时候蚂蚁功劳就蛮大了 蚂蚁会爬来爬去 它身上的那些花粉会传粉 所以我家有一颗Avocado 只有一颗 父亲都没有Avocado 但是会解 就是蚂蚁的 蚂蚁造成的 我们去帮它传可以吗 用毛笔帮它传 对啊 也可以 低的可以 高的传不到 所以 你这个Compost在放的时候 Mulch 距离 树干 至少要两三寸的距离 远一点 好 这样才保持通风 它不会让这个跟和主干交接的地方 出现腐烂的状况 那树就会死掉 金等一下 请问一下 老师 那个我好像上次在哪里看过 说你的树要是有这么宽大的话 就是你交属或者施肥 就是跟着它的宽度这样 对 那个就是Drip Line 好 就是一定要这样 就是那个范围之内 好 那浇水的话也是在那个范围之内 不要 不要靠近树干 因为根 根的吸水部分已经是在外端了 并不是在中间 那一端变成 树干下来那一段距离是输送水分 并不是吸水的作用 since你讲到Avocato的那个瘦粉 那个释迦 开了很多花都不接过 对 释迦就比较麻烦 释迦你必须要拿着毛笔 去慢慢来 去慢慢来 当媒婆 释迦和这个联雾 这两个东西都需要 因为它是要热带的东西 它湿度比较高 那这边的湿度蛮低的 尤其是这几天 因为风的关系 各位会发现说这两三年 风蛮大的 而且你想说风大 人会很舒服嘛 不会很湿 人还好 你因为说很湿 还是比较凉爽一点 凉爽 人喜欢凉爽 植物完全相反 大家都经过台北的天气吧 亚热带的天气 非常的闷热 植物受得了吗 植物非常喜欢 植物非常的喜欢 对 对对 所以这边因为下午风在吹 然后太阳又热 太阳最烈的时候是一点到三点之间 好 特别热 然后风又吹 所以它需要很多的水分 所以根就一直吸水 所以土壤 土壤的性质整个都改变了 你会发现说 今年怎么搞得土壤变得特别 特别硬 已经硬得跟水泥一样 以前大概五月六月才变成这样 现在不是 四月初已经开始变得硬邦邦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水分 好 假设说你有游泳池的话 蛮适合的 假设说你四桌都有游泳池的话 你成功率是比较高 我去年种了雪豆 然后它是紫色的 那我有留一些籽 可是我今年种 它变白色的 对 豆类还有瓜类都非常容易出现突变 所以我是建议不要花这个时间去收集那些种子 因为你种下去是来路不明的东西 你不晓得那些蝴蝶蜜蜂给你带来是什么样的花粉 所以你不要冒这个想 种出来的东西 我不是刻意 因为有的是没有冒到 对它刚好冒出来 不是没有看到没有去摘 结果它就变得好大一颗 对对 那就留种子 对对对 我是建议去买品质保证的种子 那瓜的话有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像南瓜的话像日本南瓜 有时候其他地方过来的粉 你留下来种子 结果第二年长出来长得很像 可是吃下来一点都不甜 甚至臭气冲天 会有这个状况出现 还有那个台湾的那个A菜种子带过来 来这边种都好苦 水分不够 种子 美国有一个最近好像去年的3月 已经改变它的方案 不过要小心一点 它可以带种子进来 你必须要报表 你必须要 要神宝 要神宝 那每一个种子只能50颗 好 而且空心菜绝对不能带进来 空心菜属于是invasive species 它是一个 你一种下去 像佛罗尔达的话就是很严重 因为它是那种水 它就整个拓开来 它会侵犯其他原本原生的植物 所以某些菜你需要搞清 像白菜的话 台湾的白菜非常好吃 这边种到好大颗 台湾的白菜这边很好种 可是我种起来都好大一颗 好大颗 那个叶麦都好粗 不是像这样嫩嫩的 是水不够吗 它需要很多的水 冬天 那你种的季节是什么时候 你什么时候种 白菜好像一年四季都可以 还有一个我刚忘了讲 黄粒或者是农民粒大家都看过吧 把它扔了 把它扔了 你在网路上面常常看到说 什么时候种什么 什么时候种什么 假设说大家都住在南加州 假设说那个乱七八糟 裂了一整排 你在十月到二月看到番茄的话 你赶快把它烧掉 因为十月到二月都是有霜的时候 除非你种的是欧洲的种类 有些番茄可以耐寒 但是两三天的霜 它绝对没有办法承受得住 好 那辣椒的话不用讲 辣椒这边的话大概是四月 三月底四月才会开始长 其他的季节根本长不出来 室内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有 你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控制 完全控制它的生长环境 你什么都可以长得出来 大麻都长得出来 对不对 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说 你完全不要被 其实我们需要受到大自然的控制 你仔细观察你住家 环境的它的温度 还有阳光 根据这些因素 来种植你所想要的妥协一下 好 种你想要种的植物 这样才有办法 对 大家累积经验 那互相 互相 需要就是nitrogen 好 那nitrogen的话 假设说你要种一些夏天种的叶菜类 春天种的叶菜类 那你冬天就干脆种这个豆子 好 雪豆或者是sugar snap peas 那个就是肥料 好 因为豆类好 它可以从空中 空气里面的nitrogen 吸进去 然后它等到你结束之后 你用这个减少机推过去把它打碎 埋在土里面 它就是最好的蛋肥 好 它就可以很好的肥料 用素叶奥的可以 嗯 用素叶 一般素叶奥的也可以 用素叶奥 也可以 或者是马粪 其实马粪 马粪是唯一我愿意说 最好的 拿来用的 用在菜上面 它非常好 但也是堆肥堆过 再拿来用 我们想问怎么除去蝸牛和鼻涕虫 还什么 Rolly Polly Rolly Polly 鼻涕虫和蝸牛 假设说你有race bed planters 就是木头围起来那种 你去买一圈 你可以绕一圈 黄铜的电线裸线 裸线 裸线 一定要裸线 不是那种七包线 或者是copper tape 你绕一圈 好 蝸牛和鼻涕虫 不会跨过那个东西 黄铜 对 铜 它不会跨过 那Rolly Polly 的话就比较麻烦一点 Rolly Polly 所以有个方法就是你要是有一个 你拿那个贝壳 贝壳去磨碎 拿那个粉撒在植物旁边 它过去的话它沾到它的脚 它移动它就会死掉 那可不可以用那个蛋壳硬硬的 然后你把它打碎 没有完全碎 但是有一点点 一粒粒这样摆在里面 其实弄成粉它非常的细 它 我没有弄成粉 我只是把它弄干以后 然后我就放在树上 弄成粉比较有效果 可是你现在不要给Rolly Polly 爬过的话 你可以放那个 不要完全变成好的台 就是有一点点 还是粗粗的样子 所以是弄成粉比较好 我分享一下抓那个Rolly Polly 我们家说挖很多吗 Malong啊什么的 就要削皮 我就切一半 挖着吃 就把那个壳 倒扣 倒扣在那个你种的旁边 那明天早上早一点起来 你把它一翻起来 里面那个Rolly Polly 你就把它弄到那个里面去 然后你再把它放下去 这样抓个几切大概就OK了 大家有听到吗 就是把香瓜 绿色的或者是橘色那种 切两半 你把里面都挖掉了嘛 你把那个瓜皮 放在你种菜的地方 Rolly Polly就跑过来吃 第二天就一大堆抓到了 那经过几天之后 就差不多了 西瓜皮也可以 西瓜皮也可以 那豆渣怎么应用 做豆腐的豆渣 豆腐的豆渣 好 一定要晒干 跟杂草一样先晒干 因為它會腐爛 就變得很臭 所以最好是完全曬乾之後 再去做堆肥 那也不要馬上去種 堆肥要經過大概兩三個月的時間 讓它完全發小 也可以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損傷 但是你不要說整塊給它壓下去 很均勻地給它弄一弄 另外一個做法 魚 假設說你吃魚或者是螃蟹 螃蟹是比較鹹一點 但是以前我就是螃蟹 就在drip zone的外頭 並不是drip zone裡面 比較遠一點 我就直接埋在果樹底下 然後那些蚯蚓啊什麼會 微生物會跑過來分解 也是蠻不錯的肥料 只是不要弄得太多 因為它裡面鹽分也是蠻高的 可是它那個殼會不會 殼它殼也會慢慢會腐爛 我就用這鏟子把它打碎 對 那久了之後它就會自然不見了 那些微生物會把它過來分解 魚骨呢 魚骨可不可以 魚也是 它裡面就是鈣質的東西 他們有的說那個魚肚啊 或者是魚頭不吃啊什麼 那個可以挖起來 也可以 印第安人的做法就是說 譬如說他們在種玉米之前 他就是挖蠻深的 然後把那個魚 放一隻魚在底下 美國南方也是這個做法 還沒有煮的魚對不對 什麼都可以 淡水魚比較好 那個瓜果要堆肥的時候 如果用七個能量 加水吸的時候 去澆這樣 是不是 你說瓜果 比如說要堆肥的時候 如果用七個能量 泡水吸的時候 去澆會不會有問題 鯨 鯨因為它沒有 鯨它的尿素的排出 是經過糞便 所以它裡面的 尿素的含量非常的高 那你這樣子澆 可以 沒問題 稀釋度要蠻高的 不過最好也是要曬乾之後 讓它發酵過之後 再去稀釋 再拿去澆 好 請問芒果怎麼種它的肥料 給肥 芒果 老師芒果要怎麼加肥料 怎麼加肥料 芒果就跟其他的果樹一樣嗎 也是你在加堆肥的時候 遠離樹幹 八吋之外的地方 好 那你鬆土的話就鬆 大概 不要傷到根 以不要傷到根為原則吧 大概三四吋 好鬆土 然後 和原本的土混在一起 那大致上來說 像Avocado 柳丁 它都可以用同樣的肥料 那個就是 你去買的話 它有一個橘子 或者是蘋果 在它的包裝上面 Avocado 或者那些就可以 那些肥料就可以用 那些不是化學肥嗎 沒有 有一個廠牌叫做Jobes J-O-B-E-S 它是organic 它有organic肥料 假設說你買大包的話 16磅 16磅它在賣16塊錢 Lowse賣16塊錢 那其他地方可能賣25塊 Osh就是賣25塊 那你不需要那麼多的話 你可以去Kmart看一下 或者是Walmart Kmart四磅裝在賣699 好 那Osh就是賣9塊錢 它滿多的 它滿多的 品牌就是J-O-B-E-S J-O-B-E-S Organic Fertilizer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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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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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B-E-S J-O-B-E-S 我還是喜歡用P-MOS 還有Azioia Max 因為我已經那個用了好久了 效果都非常的好 我從來不去買藍莓 我都自己種 自己吃了 這琵琶也是什麼? 琵琶 對 琵琶也是 多半果類的就是用那種肥料 對 老師 你有沒有什麼會在 老師 有沒有在找 有 就是我的名字 P-A-U-L-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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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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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叶长的好不好 你不妨拍一些照片 然后贴在 传到我这边 让我看一看 木瓜不一定 木瓜这东西 有的是雌雄一体 有的是需要种 你也不晓得 等它开花才会知道 所以看种类 那你再种另外一棵 我听人家讲说 木瓜的结果 像冰跟铁冰的话 植物这东西 跟人差不多 你会发现说 收入比较低的地方 为什么他们孩子特别多 对不起 真的有这个现象 你如果说 像橘子的话 你状况太好 它就不给你开花 开花给你掉果子 所以你要给它一点刺激 那你说的 不要浇水 那怎么说再浇 然后它已经打果了才浇 柿子 现在已经结了 等它 大概五月底的时候 我才慢慢开始浇水 而且浇水 不要浇在树干中间 你从旁边开始 绕一圈 可以施肥的话 二月施这个过了 那你就等到五月吧 五月底 你从旁边的浇水 需要需要 现在的浇水的状况 需要怎么样 多少 多少 how frequent 我是完全不浇水 现在它开花已经结果 我就不浇水了 还有今年水 雨量下得蛮多的 它根会蛮深的 现在又不浇 我现在不浇 为什么呢 因为 二月 完全没东西 那时候正在下雨 三月还有下雨 那时候阳光还是蛮柔的 三月的时候 三月中旬 叶子整个冒出来 它把底下的土壤都给盖住了 所以阳光的 阳光造成的这个蒸发 比较低 所以水分 并没有说那么重要 好 现在开花结果 叶子也很茂密 你不要浇水 你水浇下去的话 全会被掉光 五月 五月中旬之后 其实九月 四次你在五月底的收弄就好了 因为那时候快要收藏了 对 对 对对对 哦 还有叶子 我解释一下叶子 大家想说 这个叶子 橘子的叶子叶黄怎么办 跟人类一样 植物都有个周期 你如果说叶子叶黄的话 整棵树的叶黄 那真的是有问题 但是某些叶子叶黄的话 表示说 你去看一下 并不是新的叶子 那叶子是去年长到现在 它有大概六到九个月 甚至十二个月的周期 十二个月到 它叶子一定会掉下来 不可能说那片叶子长到第二年 没有这回事 你刚才说是什么 有个叶子就要加盖 叶子 蕃茄 我是说蕃茄 有叫做blossom and rot 就是大蕃茄 比较容易发现那个状况 说底下中间的地方变成咖啡色 开始要烂掉 对对对 那个要加盖 淡壳 淡壳是最容易的 主生 那请问一下 那个红枣要怎么加水 现在正好在开花 红枣需要的水并不是那么多 真的吗 好 所以 二月到三月之前 比较重一点水 但是开花之后 水就可以 pull back 橘子不要浇太多水 但是你需要经过这个湿和干的一个周期 那最忌讳的就是说你橘子树种在你的草地的正中间 这两个东西不能混在一起 因为草地需要的水是只有这样子 但是橘子需要的水是比较深 橘子的根至少是三尺深 所以你如果说每天 每两天浇一次水好 你浇的是草地 但是你树一定要另外浇 要浇久一点 看你树多大 你树很大的话 因为你树大的话就有很多叶子 叶子就会盖住你的土壤 蒸发就比较低 所以你可以甚至一个月浇一次 比较热的夏天的话 两个礼拜浇一次 那我的浇法是 水龙头 就开大概百分之十左右 慢慢滴 那你让它第一个一两个钟头 再换到对面去 东南西北 四个脚让它留 这我就不清楚了 我只是对某些东西有经验 但是木瓜的话就是例外 哪一种番茄 因为有的番茄本来就是黄的 我不知道它自己出来的 就是长期 几月出来的 七八月吧 去年 假设说七八月冒出来的话 十月是不是天气就转凉 因为植物不晓得季节 它只知道说温度到某个程度 它就会发芽 那植物的话 你最好是让它三月发芽 越来越热 越来越冷的话 状况就越来越不好 它就不会红 年屋在南加州这状况 因为阳光非常的强 所以你土壤要保持湿度 它本来就是一个压热带的地方 多雨的状况 那南加州是完全没有下雨 所以你土壤必须要保持松软的状态 那水分要多吗 天天浇水 天天浇水 像我家的话必须要天天浇水 我的土壤非常的沙质 沙非常的多 要看状况 我请教一下姜 我去年种姜 然后叶子长得很好 那我今年初的时候想到有嫩姜 三四月有嫩姜 我想到光 结果它整个都是平满的烂地 因为它还没有再长 长新芽 会不会太湿了 没有水 我们那个沙质的冬天又有下过冬天都会焦 各位因为世界上的关系 Simon 等一下我会再留下来大概半个小时 我们可以再继续谈 不过现在就请Simon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让他们休息一个食物 等下你再去接问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王老师 那因为刚刚有人在问我是谁 抱歉 因为我刚也忘记做我的介绍 我是叫Simon 我姓谢 谢谢了谢 那我们是脸书 Facebook上面的一个团体 叫做出口园医交流在美洲 那我们当然是欢迎大家去参加团 这个免费的 那大家也可以来上面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活动 或是团体什么种种的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是固定每个月在这边呢 有一个严育讲座 当然是每个月参加大家都知道 我们榜内呢 也有一些固定活动 那就是有些另外的教学 或者是说一些交换活动 所以今天呢 因为大家都听了很认识 而且提问的很多 谢谢大家